就這樣想著 你突然就怨了 我聽見 心得一半歲了 怎麼做 你才原諒我 原諒我來不及 想你解釋的錯 就這樣無法割捨 千山萬水長到這兒 沒想到啊 二拜高堂 拜 夫妻對拜 有妖精 就這樣無可難和 就這樣無法挽留 就這樣放開了手 就這樣耗盡溫柔 就這樣見 你們來這裡幹什麼 我們看見有妖擔心大家的安全 你這個小丫的騙子 用你們幫忙嗎 是不是壞了我多大的事 是 你就是義公子 你找義公子幹嗎 四方 我們找了好多地方 可算是找到你了 幸虧你在這兒 要不然還不知道 要跑多少地方呢 你瘦了 所以我花香都不想你了 這位姑娘 找我有什麼事嗎 你們在說什麼呀 誰是私風 義公子你認識他們嗎 素妹平生 你們只怕是認錯人了 小鳳華 真是玄機呀 我需要對這個名字 留下什麼印象嗎 四 四方你 你不記得我了嗎 是我 是我來完了 你 你已經吃了忘情炭 我不想再激起我們了嗎 那 那 你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呢 這是你親手做的魯公所 裡面的字條我看到了 我知道你不想瞞我 是我錯怪你了 還有 還有這個鈴鐺 我們以前就是拿這個聯絡的 四方 四方 你看這個 你一點都不記得了嗎 你一點都想不起來了嗎 四方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二位是新來的抓藥師吧 不知為何 拿這些破銅爛鐵 來我的喜鹽上胡言亂語 今日你們也看到了 是我的大喜之日 還請二位 不要出了我們的眉頭 如果之前 與姑娘有什麼過激 我只想跟你說一句 往事已了 還請姑娘不要接懷 如果二位想留下來 喝我們這杯喜酒 飆草 帶他們入座 如果不想 那就請回 四方 你瘋了 你原來為了臭小娘吃了那麼多苦 經歷了那麼多事 你怎麼可能把它忘了呢 還轉頭就和別人成親了 你們有完沒完啊 我知道你們想在這兒做生意 沒問題 可是因為這個 惹了我們的婚事 背面也太卑鄙了吧 你知道什麼呀 你認識她幾天啊 她和臭小娘 丟纏了十輩子了 你 十輩子 我還失窗單呢 在這兒胡說八道什麼呀 我不管你們胡說什麼 我只管這輩子 這輩子 一公子就是我的男人 對不對 你 表叔 是不是吉時都快過了 是啊 你們趕快走吧 別再耽誤吉時了 是啊是啊 好啊 四方 你想出來跟老子打一下 你就想起來了 女兒 別鬧了 藤生 其實 你要是真的吃了王清淡 起碼不會有性命危險 我本想找到你 一直陪在你身邊 請求你的原諒 但是 如果你現在已經找到了 心愛的人 過得很幸福 那我就知足了 是的 我現在很幸福 時辰不早了 二位信仁快進去交換信物吧 被命運傳播 每一生都是我 沒記住 沒記住 愛不到人輪廓 如今你繁星卻不 曾指向何處 深藏著絕遇 對付 那四方 世上那麼多顏色 哪一個顏色最好看 紅色 因為姑娘 穿上紅色嫁衣的那一刻 是最美的 你只要知道 只有心中所期望的人 才能摘下這面具 已經把它摘下來了 我知道 你和我都想到一塊兒去了 等我們離開這裡 我們就回黎澤宮 我們一起口白我師父 走 送入洞房 大娘 臭小娘 臭小娘 我以為最壞的結果 不過是她把你給忘了 不行 我跟你說 我們千辛萬苦找到她 這事絕不能就這麼算了 臭小娘 臭小娘 你說句話呀 不行 老子現在就去把她打雲扛走 我就不信了 還讓她回不起來了 你說你堂堂一個戰神大人 為什麼就不能霸氣一點呢 管她三七二七 把人盧走再說呀 是我錯 是我一次一次傷害了她 是我以為不管我做了什麼 不管我在哪兒 四方都不會做 只要我轉身 她就會永遠在那兒 可是我來晚了 她已經有了牺牲我 但裡面沒有我 她已經吃了汪青甘 那她就不會受 情人咒的折磨了 也正好忘了 我曾經傷害她的那些事 那也挺好的 柳大哥說得對 那是對她最好的結局了 臭小娘啊 你是氣傻了吧 是 是我來晚了 你已經吃了汪青甘 不想再記得我們了嗎 這個是你親手做的盧公索 裡面的字條我看到了 我知道你不想瞞我 是我錯怪你的 還有還有這個鈴鐺 我們以前就是拿這個 聯絡的四方 四方你看看這個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阿瑞是新來的朱藥師吧 不知為何拿這些破銅爛鐵 來我的喜宴上胡言亂語 如果之前 與姑娘有什麼過節 我只想跟你說一句 往事已了 還請姑娘不要介懷 阿瑞 玄機給我傷得那麼狠 她會不會也很傷心 玄機 我只能這樣做 易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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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叫我易公子 還是叫我易公子 剛才那兩個人 是你的舊師吧 是的 那你為什麼要騙他們 你成親的事情呢 我有一些往事 不想再記起 也不想再重來 所以希望他們 實際上一點 趕緊離開你 是和那個玄機姑娘有關吧 她 曾是你的心上人嗎 這件事情我不想再提 對不起 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 剛才茫然拖你下水 也謝謝你 幫我掩枝出息 沒事的易公子 我很樂意幫你的 就算 你只幫到底 也沒有關係的 好 你手好冷啊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陪著臭小娘哭了半天 她也不肯吃東西 餓死老子了 好 這火房裡怎麼都是些吃剩的呀 這家人也忒小氣嘛 辦喜事不知道預備點好吃 辦喜事 那肯定不會虧了新郎新娘 新房裡肯定有 好 雨絲風還沒睡呢 東房花竹葉 這樣偷看不太好了 易公子 要不然我睡外邊去吧 夜深露涼 你身子又不好 你會著涼的 既然要做戲就要做得真 你放心 只要專害新婚夫婦 勢必對新婚燕兒 有著極深的仇恨 本地習俗 婚宴要大擺三天 我看這三日之內 此藥必定會再來 你如果出去睡 要是被那藥發現了 就不好了 還是 在這裡將就一晚上吧 那 那要不然 我睡地上 你睡床上吧 不必了 早點休息吧 好你個羽絲縫兒啊 原來不是真的成親 是蒙著我和臭小娘玩呢 嘶 真的嗎 絲縫沒有成親嗎 是真的 你說要是真成親了 誰和新娘子分著睡啊 一個睡床上 一個睡地上 兩個人之間客客氣氣 避之若美 我們都被他們給騙了 好像在社圈道 捉什麼妖呢 那我要去找她 你這大半夜去幹嘛 幫人搶腳 我 你不嫌害臊我 還嫌害臊呢 可是她如果吃了那個忘琴 她幫我忘了 假戲成真了怎麼辦 要我說 我覺得這個事情有蹊蹺 你想 一個女的上來見著她就哭 就算不認識 但多少也會詢問兩句吧 她什麼都不說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樣 我去試探她一下 就知道了 好 好了 你待在屋裡 一步都不准離開 不好了 我們更是昨天 那個妖怪來到這裡 沒想到那傢伙腰力好強 把玄機給抓走了 往哪方上去了 往那邊 她是戰神 什麼樣能輕易把她帶走 你不是早就把她給忘了嗎 怎麼還記得她是戰神啊 臭小娘 出來吧 小瘋狂根本就沒有吃忘琴丹嘛 她也根本就沒有忘記你 四楓 四楓你別走 你們覺得這樣很好玩嗎 嗯 四楓 你別走 我找了你很久很久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因為你不肯認我 所以我才處死瞎策的 你別生氣 行了 臭小娘為了找你 踏遍天涯也很不容易的 你們倆呢好好說說話 要不然就打上一架 把你們的恩怨都說清楚 別天天躲躲藏藏的了 我找了你一年多 大家都不知道你去哪兒 是柳大哥說你住在南方 何必來找我 定奴把秦仁舟的事情告訴我 如果你沒吃忘琴丹 那你的身體怎麼樣 還疼嗎 已經不礙事了 你只要不出現在我面前 我就死不了 四楓我知道我錯了 你怎麼對我都可以 只要你別一聲不吭地離開 玄姬 我從來就沒有生過你的氣 從前的事情 對我來說 早就是前真往事 我不信 如果你不在意的話 那家門口那些 藍色八仙花是什麼 西谷盛產八仙花 你要是覺得有什麼誤會的話 那我拔了便是 四夫 我真的知道錯了 以前那些事情都是我不對 我很後悔當初沒有信 是我太笨了 我求求你不要走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後悔的話 可以幫我做一件事情 你說 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的 離我越遠越好 易公子救我 易公子救我 好了 四夫 好 這裡有這麼多家業 看來是那個妖物的老朝王 好 沙遊固然是你正派宗旨 但豈能濫殺無辜 我不是故意的 我剛才真的沒有看清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你是一隻剛修成人形 不久的絕緣妖 此雷妖多住於西蜀 你為何要來這裡傷人 絕緣妖 我之前路過西蜀的時候 就聽過當地的新娘被抓被殺 原來都是你在作惡 好眼力 想不到西蜀這小破地方 竟然來了兩個修為不錯的修行者 你們給我管出去 否則我現在就掐死他 你修成人形不易 放了阿蘭 我可以饒你不死 老子我是在拯救你 天下女人金不情 穿著紅色假衣的時候 是最壞的 老子我剛修成人形的時候 就差點娶了這樣一個女人 想不到這女人竟然是修行者 早看出我是憂 成親當晚布下鎮法 就為了要我的命 成就她的修行 幸虧老子我命大 撿回一條命來 可是我的童族 全都被這女人和她的同盟 給殺害了 你說她該不該殺 所以你把仇恨 都報復在這些新婚的人身上 我是要天下的人都知道 女人長妻的時候 表面上柔情密意 其實全是虛情假意 你被人背叛 確實無辜 可是你將仇恨 轉嫁到無辜的人身上 你簡直罪惡深重 該死 咱們還不走 大不了 我才拉個人墊背 你信不信我現在就殺了他 住手 我理解你的遭遇 我可以放你走 我們現在就出去 四方 你不能放他走 閉嘴 你又怎麼會理解 被背叛的感覺 當年你得知我失妖之後 不也是這麼絕情絕疑 痛下殺手嗎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殺你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你死 你們圍攻黎澤公 殺我金池鳥族無辜的右袖 用朱雀萍殺我 縱然我是妖是魔 難道從前的情意 都是假的嗎 偷襲黎澤公密道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朱雀萍一事 師兄說只能困住你 他不會傷到你 師父 這些事情是我糊塗 是我做錯 我都可以解釋的 什麼 你是金池鳥一族 你也是妖 沒錯 我乃是金池鳥一族 你我都是妖 妖與妖之間 那豈不都是夥伴 你不是妖族嗎 再冠冕堂皇的說辭 都成不了你傷害他人性命的理由 師父 你聽我解釋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一直 承宣記 我們終究是人妖熟途 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過去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我曾經是愛過你 但我已經 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那我也不做了 您說 我每一世 曾經的每一世都忘了你 你要我這一世記得 我找了你一年多 我才找到你 這一次 就算你恨我也好 怨我也怕 我一定要牢牢抓住你 我怎麼都不會放手 牢牢 如果你不走的話 死的就是我 繁华如雪 花落途里 揭开你心里 所有尘封的回忆 等雨升起 你如潮汐 如梦初醒 找回你眼中 失去颜色的风景 陪你看尽 繁华如雪 花落途里 揭开你心里 所有尘封的回忆 等雨升起 一如潮汐 若梦初醒 自情不息 生死不渝 不好 刚才运功过度 记得君天则还有了反应 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怕是等不到你长城了 启禀帝君 属下曾在人间北荒一带 见过那个楚玄姬 但是最近 却再难寻觅他的踪影 帝君 不知为何这天地之间 竟找不到战神的气息 可能他是用了什么法术 隐藏了行踪 他此事肉身 只是个凡人 你们连区区一个凡人 都找不到吗 和他经常私混在一起的 那些同党呢 找到一个 必能找到他的下落 那些人 可能也是用了什么法术 隐藏了行踪 那就给我找一个 叫柳亦欢的金翅鸟妖 他不是偷了天眼吗 他的行踪隐匿的调 天眼这种宝物引不掉 帝君 怎么知道天眼不见了 你在问我 天眼丢了 居然还要我来告诉你们 要你们有何用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给我找柳亦欢 是 你们俩还没和好 怎么回事啊 屯舍 你说怎么办 他还是不想见我 他说我靠近他 是对他的伤害 可是我想把他留在身边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要我说 你千山万水过来找他 不就是为了把他留在身边的吗 什么叫不知道去还是留啊 所以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帮凡人的作派 腻腻歪歪的 我都不想打这个 你不想跟他 他是否特别 也真是 有什么 我都觉得 有什么想法 é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把他留在我身边 但我更希望他好好的 柳大哥说 他已经发作过 两次情人咒了 如果再发作一次话 他会死的 如果因为我的原因 再让他发作情人咒的话 那我万死也难辞其咎啊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他心里要是没有你 早就吃了忘记 他把你忘了 但是他没有 这说明他心里 还是放不下你 那你离开 躲开 这情人咒还是没有办法解啊 情人咒总有发作的一天 那不还是难逃一死 所以索性 你就还不如跟他拼了 不管是死皮赖脸也好 软膜硬泡也好 但是你要让他相信 你对他是真心实意的 这才能解开情人咒 要不然 你被他的话气跑了 那 我留下来给他解情人咒 对啊 你说得有理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说到底 这才是解开情人咒的 唯一办法 平时挺灵力的小姑娘 怎么一说到这事 就这么笨呢 什么都想不明白 好香啊 丑小娘 老子不能陪你在这儿发战了 你到底进不进去啊 反正 我们也好久没吃过 私缝的手艺了 来 来 来 死缝 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吃毒食 还吃三个菜 不太好吧 不如这样 我们俩 勉为其难地帮你 分担分担 那个 外面下雨了 我进来躲个雨 客气什么 都是老熟人了 来来来 坐坐坐 韩摄霞 阿强 容不下你们这么多人 还请你们离开 死芬儿 你说我们老熟人 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 叙叙就不好吗 你不要总板着一张脸 很容易老的 再说 这天寒地冻大冷天的 走夜路 叭叭就把腿摔断了 你们不是会遇见吗 遇 遇见 遇见也是会出意外的呀 对不 难道我话说得 还不够明白吗 初玄机 在我印象中 你不是一个 只会死缠烂打的人 四方 人都是会变的 我已经变了 这三个菜 三个人吃 是不是不太够啊 你手也那么好 不如你再去炒两个 本就是我一个人的分量 你们不觉得自己有些多余吗 不多余不多余 我去做我去做 四方爱吃什么 我知道 我来 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 别人不知道 可是我清楚 你之所以会在这儿 是因为那寒潭 和里面的雪灵芝吧 是因为你的身体就要 腾舍 我不想说这些 也不用再提了 怎么 你既然做得到 还怕别人说吗 人生本就短暂 可是你不应该 因为那样的原因 就这样推开玄机啊 你想多了 只是我没有更多的心灵 去应对那些多余的人 和事罢了 自己骗自己玩有意思吗 你都能为他做那么多了 为什么就不能再原谅他一次呢 玄机为了找你 也是上天入地地 吃了不少苦头呢 他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战神 当年在天津 来宣渡这只金池鸟说话 也只不过是害怕孤独 就像他现在来找我 也是一样 其实有的人 就像久 越相处越短 有的人 就像水一样 越喝越寒 久了 自然也不想再喝 好 那 反正你都这么心寒了 你也这么不相信 楚玄机了 那你也不会在意 他的死活了 让他自称自灭吧 他是战神 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你不用说这些话来骗我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关于玄机身份的遗团 你我心里都清楚 要不然之前你也不可能 费那么大的苦心 装自己是磨下心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 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存在 我不知道 我看的是 老子说不出来 但是我猜 我觉得天剑很有可能再找他 但凡是在职的仙人 只要催动真言 就必须得回去 老子已经抗旨过一次了 而且我隐隐觉得 这次召回大家 很可能是因为楚玄机 你不用说这些话来骗我 琉璃展顽口无此 玄机 是不会受到天界的责罚的 这事我哪儿清楚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是老子的弃主 我也该回天界走一走 看探信了 臭小娘 我暂时寄存在你这儿 你们俩的事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老子弃主的死活呢 我还是应该管一管的嘛 嗯